对我来讲,我跟敏森是离婚 对我对她来说是一个人生蛮大的决定 就可能你要结束一段生涯的一个决定 所以当时 其实我们两个是坐下来谈的 她之前其实很早很早就问过我了 她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 所以她就会问你未来想怎样 你打完奥运你想怎样 然后她说我看你啊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看我好像我很压力 我又不能松手又不能松口 好像我感觉你做任何决定都是因为我的决定而改变 我就会有一点点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看一下我的身体状况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讲我想要打我就能继续打 而是我的身体状况应不允许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老实说 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能练不能练这样 它让我们的整个progress更辛苦 因为我们运动员如果你一休息之后 你需要花一倍的时间去恢复当时的状态 所以MCU的时候我们又没有练 我们又练 我之前十月份出的比赛 我可以说其实我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 我是根本就是当作一边比赛 然后一边训练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 我就想 我就跟 有一次有点跟秉顺说 其实我觉得我有点难再坚持 所以我们才一直决定 我想你可以就是走你想走的路 所以我们其实是和平分手 有点满意 有点满意 谈完之后其实算是 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 我感觉到 我有点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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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给他 就OK 也没有 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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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毕竟我跟他也是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就是聘过来 当然当下的时候 我配他的时候 我也是想要做到最好 就比如比赛打得最好 而且很多时候 我的身体情况 就比如我的脚是在肿的状态 但是 我 之前 跟他打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可以 我over 我不可以放弃 因为 我还能顶多少 我就能顶多少 我们尽量就 我们宁愿输 我们也不想弃全这样 所以就有时候我就 我也特别希望 我一觉醒来 我的脚是不肿的 或者是什么 所以 可能会有这一丝丝的压力 因为是已经是 out of my control 我真的是控制不了 不让他受伤 我控制不了让他不痛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样子打下去 其实我身体也是 蛮伤的 就可能 放过 可能这个决定 是放过我自己也放过他吧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 因为可能在场上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他可能在场上 他是比较 有他属于他的那一套 而我有属于我的那一套 我可以说是之前有一点点的 互不想让 就是 不至于吵架 真的是不至于吵架 但是就是很坚信自己的那一套 跟自己那一套训练方法 但是反而是 现在分开了之后 当你没有合作 欢喜的时候反而 就是以更轻松 朋友的状态去相处的话 你会感觉到 其实还好啦 他也没有那么固执 我觉得他也是应该有同样的方法 因为真的我跟比顺 是那种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连身体数字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训练计划 完完全全是分开的 所以你想一下 这样训练不一样的人 想法不一样的人 你要把他们配在一起 你要在场上 让他们发挥到最好的一个互补状态 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沟通 而且你是需要是很成熟的去跟他沟通 你不能说 我表面上是认同你的 但是我心里其实是完全不认同你这套 但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你在场上打比赛是完全不work的 我之前有点保守 因为我不敢发太多一些羽毛球之外的东西 同样的比如说会觉得可能我没有用心打球 但我也是担心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 我没有去很专注的去打球 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同时就是进行几件事情 其实我都能把它处理好 所以我是有比较多面的一个我 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很很习惯另一面的我 所以他们选择性去排测 然后就选择性的去看 我单单在场上强势的那一面 我真的是可以给很多人看到不一样的我 我不能说是每一面都是好的 但是总是会有让人家看到比较 不是全新但是不一样的 不留意